朱镖英年早逝之后,朱元璋宁可把皇位传给朱镖的儿子,也不传给自己的其他儿子。 可见朱元璋对于朱镖的偏心和宠爱,朱镖死后,作为老父亲的朱元璋更是大受打击,痛哭流涕,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。 事实上,朱镖之死不只是朱元璋的遗憾,更是后世许多文人心中的遗憾。 因为如果朱镖不死,朱棣是绝不可敢篡位的,甚至于后来的明朝历史都会走向截然不同的一个方向。 那么,今天就让我们来的解一下,朱镖究竟有多恐怖呢? 这里是胜历史。 订阅我,融入历史的大舞台,成为实践的见证者。 天生得宠。 朱镖,作为朱元璋的第一个孩子,也是唯一一个嫡长子,天然就具备了继承王位的绝佳出身。 当然,会投胎的幸运开局并不意味着就能一直将皇位继承人的位子坐稳。 后天的能力和努力也是重要的考核标准。 除了个人的努力拼搏,皇位继承卫是否能一帆风顺,也与父皇的宠爱与否息息相关。 毕竟在父权社会的封建时代,父亲对于继承人的喜爱程度大概率也会决定继承人的地位是否稳固。 譬如,朱镖和朱蒂的对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 作为兄弟的他们同样是最优秀,成就最突出的那一波,但朱元璋偏偏就更喜欢朱镖这一款的其中具体缘由,且听下文分析。 朱镖出生以前,朱元璋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。 为此他光收养子,收着收着就收出了一波帮助自己打江山的手下大将,朱镖出生时,朱元璋还正在前线打江山,正走到一块山水宝地。 当他得知朱镖降生的消息之后,当即兴奋地找来一块大石,在上面刻下来此山者。 不患无子,所以,朱元璋对于第一个孩子朱镖自然是给予了巨大的期望。 自立吴王之后,朱元璋更是立马立朱镖为世子,并花费重金,请来宋连等名造一世的名儒,为朱镖讲授精学。 闲暇之余,还时常亲自教导他,传授一些为人君的本领,让他一定要学会体察民情,知道百姓的不义和艰难。 为此,朱元璋还派遣朱镖亲历民间,体验人间疾苦。 这样的经历是朱镖其他兄弟从来没有的,可见朱元璋栽培朱镖之用心,而朱镖是不负所望, 在父亲的宠爱之下并未养成顽固子弟的习性。 而是性情宽厚人和,与民共情,在亲历民间的过程中,朱镖看到民生凋敝之景,更是走一路哭一路, 回到南京面见朱元璋时,仍然哭得肝肠寸断,连朱元璋看了都不禁被深深打动,老眼泛出泪花来。 这一刻,相信在朱元璋的心目之中,朱镖已经成为了一位合格的皇位继承人。 大明帝国开辟之后,朱元璋立马设朱镖为太子,并给予了他极大的信任和爱护, 将朝中所有忠臣贤臣都一股脑地往东攻设。 至于教育培养太子的老师们,也都是些儒学大家和顶尖名师。 颇有望子成龙之意,为了龙固太子的政权,铺平太子的道路,朱元璋更是杀伐果断, 让朝廷血流成河,亲手替太子撸光了权杖上的所有奸刺。 对于朱元璋来说,朱镖不仅仅是自己血脉的延续, 更是他与马皇后患难与共,抗力情深的见证, 亦非同一般,就犹如心头的白月光, 是其他所有儿子都不能替代和超越的。 至于朱镖,也是一个积极向上,能力出众的好青年, 与兄弟之间的感情也处理得相当到位。 朱镖和他的兄弟们,要知道,太子的身份一直都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, 许多历史上的太子都因为拥有权力而遭到父皇的猜忌, 以及兄弟的嫉妒,最终迎来了横死非命的结局。 然而,对于朱镖来说,他并没有受到父皇的猜忌, 朱元璋非常希望能将自己的江山直接传给朱镖。 对于朱镖来说,朱元璋的傲慢无疑是他引以为荣的, 父亲希望他能够成为威严的继承者, 他绝对没有夺权篡位的忧虑,即使朱镖有意造反, 朱元璋也只会担心他是否有足够的兵马来支持他的行动。 至于朱镖的兄弟们是否会心生极度欲望超过他呢? 事实上,朱镖成为太子完全是凭借自己过硬的表现, 他无可挑剔,找不到可以取代他的理由。 每当兄弟们出现分歧时,他总是第一个出面调解, 促使大家和好如初,如果有兄弟犯了错误,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出面为他求情,保持着兄弟之间的亲情, 即使某个兄弟荒淫无度残害百姓,他也会帮忙求情。 朱镖的大兄朱爽曾因为搜刮民财,荒淫无度被父皇发现, 结果朱元璋直接宣布将他处死, 朱镖得知此事后立即为朱爽求情, 谁知朱元璋听到朱镖的请求后立刻宽恕了朱爽的死罪。 这件事让其他兄弟们明白了朱元璋对朱镖的特殊宠爱, 已经到了决定他们生死存亡的地步, 可见朱镖手中全力的威慑力。 因此,其他兄弟只能放弃或稍微消除了篡位的念头, 无论他们如何挑拨离间,朱元璋肯定会相信朱镖。 相反,一旦暴露出他们陷害太子的事实, 后果将是十分惨烈的, 毕竟朱元璋连自己亲生儿子都能亲手杀掉。 更重要的是,朱镖和兄弟们的关系非常好, 他们没有理由毁掉朱镖。 相比之下,朱蒂作为朱镖的同胞兄弟, 同样拥有出众的才能和成就。 性情也像朱元璋一样果断,很辣和狡猾, 按照通常的帝王喜好, 他们通常更喜欢个性与自己相似的继承人, 然而,朱元璋恰恰相反, 他欣赏朱镖身上那种宽厚仁爱之气, 以及他对人民的关怀, 他更希望下一代君主能成为一个贤明仁厚的君主, 让朝堂兼具刚柔并济的特质, 才能带来活力与发展。 而大臣们显然也更希望太子朱镖能够成功继位, 在朱元璋执政期间, 他们在上朝时总是提心吊胆, 生怕说错一句话就会丧命, 而拥有类似朱镖那样性格的君主上位后, 他们无疑又将再次备受压力与威胁, 然而,在朱镖病逝之前, 朱镖并没有夺取皇位的希望, 因为太子的实力和地位摆在那里, 他自己的羽翼也尚未完全展开。 如果朱镖没有英年早逝, 朱镖原本应该让其他皇子畏惧他的, 但他却凭借自己的人词和宽容, 赢得了尊敬,文武大臣权力辅佐, 兄弟藩王之间关系融洽, 朱镖在成为皇帝后, 几乎可以开创一个和平繁荣的时代, 但是,造化弄人, 朱镖突然去世, 老朱几乎被逼疯, 他像一个孩子一样无助, 只能用眼泪表达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。 老朱面临着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, 他该选谁来继承大明的江山, 虽然他选择了朱镖的儿子朱允文, 但他把所有的资源都给了朱镖, 所以他们真的会忠诚地为朱允文服务吗? 老朱感到非常焦虑, 开始大肆清除全臣, 为朱允文铺平道路, 然而,朱允文缺乏以柔克刚的智慧, 他刚接过皇位, 就开始削弱藩王的权力, 为朱镖发动叛乱提供的借口, 最终失去了江山。 如果朱镖还活着, 朱镖是否敢造反, 可以进行推断。 首先, 如果朱镖未去世, 那么他将不会支持朱允文的清除宦官行动。 因为当时, 朱镖有最强大的支持者, 因此朱镖没有胜算, 其次, 皇子们对朱镖有着深厚的感情, 如果朱镖主张废除封建割据, 朱镖很可能会屈服于他的意愿, 即使不是这样, 他也不会轻易发动反叛, 因为朱镖性格温和, 即使他主张废除封建割据, 也会采取缓和的方式, 而不会让皇子们立即翻脸。 或许, 在朱镖去世后, 朱允文仍将继续担任皇帝, 但这种情况下, 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无法预测的。 总的来说, 朱元璋, 马皇后和朱镖是一家人, 和后来的皇子们相比, 他们对杨子更亲近, 因为他们和杨子们一起成长, 而后来的皇子们, 则是在朱元璋成为皇帝之后, 才成长起来的, 这种环境变化, 会对人产生深刻的影响, 虽然人们常说本性难移, 但一旦一个人真的被改变了, 就很难再回头了。 朱镖的死因, 对于朱镖的死因, 史书上并没有过多的记载, 现如今的很多史学家认为, 朱镖的死与某种突发疾病有关, 其实朱镖的死与朱元璋有很大的关系,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, 各个方面都需整治, 结果搞得各个官员压力非常大。 太子的压力也很大, 明末清初的傅威林撰写的《明书》记载, 朱镖早逝是因为和朱元璋发生争吵, 精神压力过大, 郁闷而至, 明朝何巧远撰写的《明山藏》中写的朱镖的死因雷同, 这样看来, 朱镖的死与朱元璋有很大的关系, 史习的发现, 让朱镖的死真相大白, 对于朱镖来说, 假如没有压力, 那根本不可能, 对于朱元璋来说, 朱镖没有压力, 恐怕以后不会是一个明君, 这就更让朱元璋头疼了。